那現在應曉威啊 他又是堅持要報廢參選 那如果這個沒有轉化 那你接著幫忙 那是不是說就是 會以黨籍來處理 所有的黨員同志都是自己人 都是我們盡量的努力來溝通 那除了黨部的溝通以外 其實提名的同志或參選人 也有這個責任 要把過去的這些恩怨化解 這畢竟我們知道這個 加和萬事心嘛 把這些過去的 一些誤解啊 或者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好好的誠心的 跟我們自己的同志來解釋 來道歉 我覺得都是好事 市長 昨天好像要去中場會 就後來臨時選 那是什麼另外 因為應曉威現在說要報廢參選 會幫忙協調這個選項 昨天因為在市政這邊 還有相關的行程 以及會議 所以就沒有辦法出席中場會 那我想接下來 我們一定會支持黨籍的復選 那也希望能夠大家共同努力 那黨部我相信他們也會 集結來整理 那不是叫黑商作業嗎 我覺得這個黨實在是太好笑了 你要提名誰你光明正大一點 偷偷摸摸摸的 然後太被提名的人要說 因為我不知道 那你天天都泡在主發會裡面喝咖啡耶 我的感覺是也習慣了這個黨了啦 那我就是堅持做自己 堅持做對的事情 我就是規規矩矩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我依規定呢就是我有我自己參選的權益 所以我就是很興奮 謝謝大家的祝福 那我已經報備參選 忠真萬華立法委員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樣提名方式 這個黨不是一直都會被栽贓 就是黑箱作業黨嗎 就是我 我對這個事情我沒有看法 因為我覺得就我個人而言 我就是更合法的這個立法委員參選人 那也呼應就是黨中央是朱主席說的 要非綠大聯盟嘛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 哎我實在都不好意思這樣講 就是說你提名一個快落選的人 然後滿街被打不掉 我實在是有點想笑 就是覺得很好玩而已啦 我基本上我應該是就是會選到底啊 這是應該有的態度嗎 我我我今天比任何人被提名更有正當性 而且我規規矩矩 OK我希望朱主席你要知道 我們多努力 多沒有做錯過沒有做錯過事情 有些人還三信三出國民黨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規規矩矩 今天我就是驕傲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我所做的每件事情 111主席您今天的指示要非綠大聯盟 那我弱不出來 我怎麼對得起這些非綠大聯盟的朋友啊 這個我就不評論啦 反正每一件事情 這都是我覺得這個時候都要放下 這時候我都不評論啦 這時候是創造團結的時候 我會去拜訪他們 不只打電話 打電話就沒有誠意了 我會去拜訪他們 我們會去拜訪他們 然後我們區主委 中正文華的主委 也會召集黨籍的這個議員 包含吳志剛嘛 當然聚一聚 那個主委在做這個事 我參選的原因就是 一直以來我就認為 我背負的今天 國民黨在地的第一名議員 我有任重道遠的責任 那麼國民黨因為這個 疑似電話民調的舞弊 一直提不出來人選 那我必須幫國民黨 中央躺啊 不要遭受威脅啊 那我們也有責任 跟選民說清楚 要不然的話 選民會認為說 這是不是一種黑箱作業 2024大選陷入倒數 國民黨在台北市所有選區 僅剩中正萬華區的立委人選 尚未提名 市黨部六月在議員 應小微 郭昭妍 鍾小平 三人中做過民調 但並未公開解過 五號傳出 國民黨決定由鍾小平出現 然而事情發展 似乎又有變數 應小微下午 突然派人向黨中央送件 正式報備參選 更報黨內有民調作弊情形 其實我個人的態度還是一樣嘛 就是信心十足 那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就是說你黨中央也從來沒有 跟我們參選人協調過 然後呢我們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是正式提出了一個 報備參選 然後呢也響應我們主席說的 就是這個非綠聯盟團結一心下架 民進黨的這個意象 那我當然因為那麼多的非綠聯盟 我站起來挺音響 我不能沒有聲音啊 所以我覺得表態是很重要的 我參選的原因就是一直以來 我就認為我背負著今天 國民黨在地的第一名議員 我有任重道遠的責任 那麼國民黨因為這個疑似電話民調的舞弊 一直提不出來人選 那我必須幫國民黨中央躺啊 不要遭受威脅啊 那麼聽說還有人就是說 以這個提告訴訟的方式 要逼著這個中央就範 那總不能這個這個這個 大家都沒聲音嘛對不對 那我們也有責任跟選民說清楚 要不然的話選民會認為說 這是不是一種黑箱作業 但是我要重申的一件事情是 至少我印小微從來沒有人來 來諮詢過問過了解協調過 那所以我也必須要要要伸張一下 我的話語權告訴中央說 你們這樣子的提名方式 就算是提名英小微 也是不依循這個正確方式的 就算你提名我 你沒有跟另外兩個人講 人家也會不服氣一樣 所以我們真的都沒有被溝通諮詢過 這個還發生在台灣的這個 國民黨選舉各區人家問我 我們都發掃 我們說沒有啊 他們說怎麼可能 那幾位中常委也紛紛打電話來詢問 我說我們真的沒有 他說主發會都沒有聯繫過你們 我說連一通電話都沒有啊 連一通電話都沒有 那我甚至印小微 從來沒有跟主席打過電話 甚至我們的四黨部主委 我也不曾到勞過 就是依循黨部的方式 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位都壓陣在這個主發會裡面 每天在那邊盯著自己什麼時候被提名 那我覺得這也無所謂 為自己的權益護航 但是你今天這個中央必須有個態度 當然我必須要幫我們市黨部的主委說個話 他一直被帶風向說這個 他跟哪一個人的關係 這個不好 不是的 今天我們四黨部的主委 在發現民調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是保障一份民主 保障一份就是所有參選人 他的這個權益 所以他不能禁止提名一份可疑的民調 我們都知道 常常聽到所謂的民調誤差三以內 那民調現在誤差一已經都是 大家都會覺得好笑 更何況誤差到將近十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黨中央還是要鼓勵他們 就是說要公開透明 然後不要把什麼不團結的這個帽子 扣在我們身上 OK 我個人就是很勇敢的跟中央表態 你沒有依循你的方式 但是我是規矩的國民黨黨員 我必須依循黨的方式 跟您說我準備好了 我報備參選了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就是什麼事情 都是光明正大的 這個 weighing是剛才開始 我們現在要說 我們是一個故事 有重點天的 是一個人 那些不具體 我們是每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報道 拉伯